我已命 圣神伴子 当地龙知道 武力无法战胜青龙 他只能赌上一切 以身入局 请神 入瓮 地龙死去 也才是 开始 只要地龙身上的秘密还没被发现 我就会 赢 怎么了 英雄弟弟 要瘦了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这是 什么感觉呢 是身上哪里不舒服吗 游戏很快就要结束了 到时候你好好休息一下 鼻子还会痛吗 不 不是我不舒服 姐姐 中烟之地 好 好像有什么东西消失了 有东西消失了吗 小孩 这鬼地方每天 每时 每刻都有东西在消失 就连人也在消失 不对 这种感觉好难形容 似乎是天空之上一个一直笼罩着我们的东西 忽然消失了 哎 这里都是黑的 哪有什么天空 我不太会讲 就好像天空上罩住的盖子拿走了 但是那个盖子本来就很薄 现在比原来更薄 不 应该说是直接消失了才对 咱们让人把锅盖先了吗 好端端的盖了帽是吧 这个气味一直都在的 不 应该说从我有记忆开始这个东西就在 它就好像是这个地方的一部分 我原先以为是一部分 可现在它不见了 这说明和这个地方不是一体的 只是在一起的时间 很长 太难了 要是它们都有灵秀就好了 我掌握的语言词太少了 形容起来太抽象了 那个东西存在于天空之中 于中烟之地长久的融为了一体 可现在却正在消散 这小孩目前为止没说过谎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一直都有一个若有若无的东西 罩在中烟之地上空 那只能说明那个东西不是食物 否则大家都应该注意到了 所以那东西应该是一种看不见的 持续在生效的能力 而现在因为某种变故 正在消散 好像是清香 我原以为那是中烟之地的气味 却从来没注意到 它是清香的气味 因为它本身就没有那么浓烈 我有点乱套了 清香就是回响是吧 你是说那个东西其实一直都是个回响 只不过它一直都在天上飘着 所以你习惯了 不认为那是回响吗 我有点明白了 这不就是天人宰经常说的 灯下黑吗 对 灯下黑 它很淡 虽然现在正在消散 但是原来也很淡 这可麻烦了 那味只有你小子自己能闻到 我们帮不上忙啊 我现在如果能出去就好了 我只要能出去就会知道它的名字 现在正在消散的这个味道 从这里闻起来 实在是太淡了 估计老齐知道怎么回事 说不定他在那边进行着什么大计划 这个巨大的消失的东西跟旗下有关吗 保不齐呢 我有个问题不太清楚 什么 听了你们的描述 那个正在消失的东西是一种回响吧 这样听起来是的 像是一种持续回响 那 一般什么情况 一个持续回响才会消失呢 还有我的那个外套 如果那也是持续回响 会不会一直也在中烟之地的某个角落行动呢 张律师的这个问法有点意思 让一个能力消失吗 那还不简单 只要我说一句 你可拉倒吧 你那个消失太简单暴力了 人家张律师问的应该是常规情况 对 我指的是一般情况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种持续回响失效吗 我不知道 还是你说吧 得 那小爷我就大放厥词一回 我感觉还是因人而异 不同的回响失效的条件也不同 中烟之地的人身上大多数都是及时性回响 用完就拉倒 比如我和老乔 可也有些例外 什么例外 比如张丽娟 她的回响更像是永久性的 她创造出来的东西只要不被破坏的话 就会一直在 咦 是这样吗 没错 另外还有一种例子 看 看我干嘛 有些人的回响确实会一直潜移默化地持续生效 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让回响消失的办法 那就是回响的主人 隔屁儿了 不是 你说话就说话 看我做什么呀 没事 我看你有意思 我今天怎么感觉听过这句话好几次了呢 那应该很容易搞清楚答案了 一会儿可以问问旗下 刚才有谁死掉了 那个人就是这个回响的主人 还是有点不对 如果有一个回响一直照在中烟之地的上空 就算外面的显示屏没发现 难道还能躲过青龙的耳朵吗 这样一个东西大摇大摆地悬挂在高空中 这是不是太扯了 难道真的像老乔说的 这是灯下黑吗 好奇怪的感觉 虽说这个地方每天都会有奇怪的感觉 可是像这种诡异的感觉 这还是第一次的 这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的信息吗 难道是因为旗下的这些队友都带着仙法的原因吗 刚才的一样 是他们临时前的反扑吗 可这有用吗 这个地方只有活着才能让仙法变得越来越强 死了只能让仙法变弱或是消失 看来刚刚大概率是有什么仙法消失了 青龙愿赌服输 你放他们走 接下来我和你对决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本以为会是文巧云和地龙的赌命来解决这次危机 但因为旗下的某些布局让旗下暂时拖住了青龙 现在确实正好是摧毁剧中的好时机 新规则考虑好了吗 当然 我一直都留有后手 好 文巧云火 地龙死吗 赌命结束了吗 可这么短的时间能够让赌命结束吗 我再和你确认一下 现在他们可以走了吧 克里 不算犯规 是吧 不算 这场游戏接下来已经没有他们什么事 只有我和你的事 好 青龙和玄武都站在这里 却心甘情愿地放我们这支失败的队伍走吗 旗下到底怎么做到的 还有我 我来这场游戏 先是因为两个字和燕之春做了交易 又到最后和旗下交易 我不仅什么也没得到 还被卷入了两个巨大的深坑中 我现在就这么走了 真的对吗 等等 我为什么会觉得什么都没得到呢 现在我的队友不是都活下来了吗 是啊 除了张山之外 大家都还活着 我为什么从来不把队友活着当做收获 又从来不把队友死亡当做失去呢 旗下 若是我没猜错 这次赌局说的是整支队伍都存活 当然 说好整支队伍就是整支队伍 一个 都不会少 你 我们走吧 现在的情况有些可笑 明明已经进入了列车 此时却又要主动走下列车吗 而现在走下列车 过一会又要和旗下再度入侵车头吗 可若是不踏上这艘船 对于我来说还有更好的机会吗 天秋 你想好接下来的路了吗 是啊 原来是这样 旗下在这场游戏中 他的最终目的 从来不是让我将文巧云葬送 而是希望我通过这场游戏知道 文巧云的重要性 所以只要巧云说出赌命 旗下就会出手保住他 所以你一直认为 神中究是凡人的模样吗 你觉得只有带着牵挂的人 才能走上别人到达不了的 巅峰吗 巧云 走吧 去哪里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一起去外面的世界 看看吧 外面的 世界吗 坏了 老齐那小子好像和青龙对上了 我丢俊男仔 咱们要不要一起上去变他 老乔 咱俩走过去的路上可能就挂了 要不咱不逞这个能了吧 那骗人仔怎么办啊 他能搞定那个人吗 这 这